我們今天在時起通常提到 美國國會出了一份報告 國務院要交給國會 就說中國是一個高危險的種族滅絕國家 這當然可笑 中國怎會做這些 但他們用自己的方法完全用謊言砌出來 但有些不是謊言 其實他們是自己自張嘴巴 我們知道在加拿大那邊 有很多技術學校監獄土著 將文化滅絕行為 這個真是滅絕行為 他們是想消除土著文化 前面已經有三間學校發現 有些不明舞碑或屍體 現在有個新消息 還有第四處 現在發現大約160多個 是既沒有標記 也沒有記錄的墳墓 在地下下面 又是另一件事 所以西方國家在各處做惡 屠殺當地人民 他們滿手鮮血 現在就含血噴人 經常說中國會這樣做 老實說中國怎麼會這樣做 我們中國和本地其他民族 已經生存了數千年 數千年內 但他們都可以繼續生長 在今天當然繼續可以 沒有任何理由 沒有任何動機 中國需要做這些事情 但西方不同 他們真的有這樣的動機 他們真的這樣做 真的這樣做 沒有說 現在有證據發現了 所以現在我覺得 在我們這些前殖民地國家 包括美國 包括新西蘭 包括澳洲 都應該找一些 向地下掃描的雷達 去找找 到底我們這裡的學校 又有沒有同樣的事件發生 我相信都應該有 因為有1、有2、有2、有2、有3、有3、有4 現在有4間 我相信他們大家用同樣的手法 相差不遠 所以只希望可以為這些原住居民 呈回公道 所以中國在人權理事會上 這樣說是對的 我們應該組織一個 國際獨立的調查委員會 然後去這些國家 調查到底 有多少這些 土著的兒童們 受到這樣的傷害 這個 我們最少要有一個資質 歷史 不是用來記仇 但是不可以忘記 也不可以當沒有發生過 有發生過就有發生過 所以一定要認這件事 所以現在應該就是 是要做一個 我想要靠他們不行 我相信 現在看樣子 靠他們 一定要有一個國際獨立的調查委員會 然後去約他們 然後用這些方法去看看 將他們所有這些記錄 抄出來之後 逐個逐個找 猜一下看看 到底現在 在這些殖民地時代 他們這種對土著的種族滅絕 滅絕行為之中 到底有多少人受害 我想這個最少應該有個數字清楚 是吧 馬中東糟糕 一定是uvo在其實 我們現在可以先去看看